世界銀行再度下收 今年全球經濟的成長率 還預告通膨噩夢 恐怕會再持續好幾年 推幅時間交給佩玉 好 謝謝韋庭 這通膨到底有多痛苦 問問我們生活在台北的外食族就知道 你現在要買塊雞排 沒有100塊買不到 甚至連吃個便當也漲到8 90塊了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台灣 5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竟然又再創了9年半新高 而且這數字 其實已經是連續三個月 突破3%大關 不過現在慘的就是 連我們自己的主計處都說 這其實還不是所謂的高原期 因為預計在今年第三季 恐怕才會真正的迎來高峰 我們大家都想問說 到底這種高通膨高物價的時代 還要撐多久呢 世界銀行現在也就說了 其實大家可能還要跟這種 高物價的時代共存好幾年 所以他們現在又再度下收了 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現在砍到只有2.9% 對比說今年1月份的時候 還有4% 4月的時候還有3% 等於是在這半年內 已經是2度下修 不過說現在真的要緊張的 恐怕是美國 因為連他們的聯準會 都已經敲響這個警示燈號了 現在說在美國預計說 今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 GDP恐怕只有激增0.9%的幅度 等於說這已經幾乎是怪要歸零 而且接近負成長 更不用說這10號馬上要到來 他們要公布新一季的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大家預估說 恐怕會比現在看到的8% 還要來得更高 會再創下另一波高峰 但是在這美國高通膨的情況下 反倒會是我們台灣 餐飲業者進軍的大好時機嗎 觀眾朋友 你來看到這張照片 這是我們八方雲集 今年3月份的時候 到美國南加州去開設 他們第一間分店 當時就秀出這照片 你看這大排長龍 他們說生意其實還滿好做的 預估說接下來還要再開 二店和三店 這生意到底有多好做 他們說一天的營業額 大概可以來到1.8萬美元 這是用美元來做計算 算下來預估說 這光是每個月 大概可以進帳千萬台幣的營收 你說一個月賺1千萬是什麼概念 大概就是說 你家裡巷子口的那一間八方雲集 它可能一個月賣鍋貼 要賣到160萬個鍋貼 才有辦法賺到1千萬 所以這數字其實真的 也還滿誇張的 但是這比鍋貼會賺的 說現在大家的主戰場 其實還是在我們這台灣 很有名的手搖飲料 珍珠奶茶 這張照片是這才剛剛結束的 紐約國際加盟展 有到這加盟展去參展的 台灣廠商就跟我們說 今年可能因為經濟真的不太好 所以沒有人敢說這麼大膽 像過去一樣砸錢說 要去創業當老闆 不過反倒是台灣的 這手搖飲料攤位 卻是異軍突起 好多人都來問說這加盟事項 但是你就會問奇怪 你不是說台灣的這通膨 這個美國通膨有疑慮 而且再加上說經濟也開始衰退 那為什麼大家還是想要 到美國做生意呢 其實有在美國做生意的業者就說 在美國的定價策略 比台灣來說其實彈性比較高 你看這張照片 四杯珍珠奶茶 你花多少錢買呢 頂多兩三百塊在台灣 但是美國現在四杯可以賣到 一千兩百塊錢 而這業者也說 其實到美國做生意 這個腦袋的思考邏輯要換一套 我們台灣人都說這個喜歡拍照打卡 喜歡嘗鮮 但是美國不一樣 他如果喝習慣你家的味道 喜歡你家的飲料 就會繼續跟你回購 尤其又碰到說這疫情的關係 現在其實有很多的科技公司 很多企業 都流行所謂的居家辦公 所以這些手搖飲料店都說 他們在社區店行都有明顯的成長 你才會看到說這快樂檸檬 原本是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離開了一千間店 可是他們現在縮減規模 來到只剩下七百間 而現在甚至還說 預估說要在美國擴大規模 預計今年還要再多開二十家店 那我們再把時間還給韋庭 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